大家好,我是萨萨 每一个人都想要捡肚子 不管你是胖还是瘦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每一个人都觉得肚子上的肉有点多 想要捡掉肚子 那如何去最快的去捡掉肚子呢 那今天我就要教你几个动作 帮助你最快的,最有效率的 去捡掉你肚子上的脆肉 还能够去减小你的腰围哦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卷腹 首先先收紧腹部 让你的下背尽量贴近地面 贴不到没关系,你的曲度比较大 没关系的,只要收紧腹部就可以 双手放在大腿前侧 下巴收紧和我们的锁骨之间保持等聚 感觉夹着一个鸡蛋 吸气,呼气时向上 将我们的肩胛骨尽量抬离地面 吸气落下 腹部动作一定要跟呼吸结合起来 呼气,起 吸气,落下 头可以不碰到地面 直接起 落 第二个动作 双侧卷腹 这个动作能够练到我们的侧腹和腹内外斜肌 首先同样将我们的身体略微卷起 离开地面 然后用我们的双手去触碰双侧的脚踝 碰不到没有关系 只是让你的侧腹去收紧 一二三四五下巴一定要保持等聚哦 六七八九十 第三个动作 侧支撑 将手肘立于肩的正下方 角度与地面呈90度 肩后旋挺胸收腹 臀部收紧 新同学可以采用我这样的 一个膝盖落地 另外一个腿伸直 老同学可以将双腿伸直 交叉 上侧的臀部的腿放在前面 保持稳定 腹部用力 克服 这个动作要保持40到60秒钟 完成之后 再换另一侧 以上的动作你都学会了吗 每次做一到两个循环 能够帮助你很好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 收紧你的腹部 去解掉肚子伤的坠肉 指日可待 我们下次再见